咱們今天要去台南走走 婆婆的大哥大嫂就來接我了 去台南鳳梨的故鄉 還有台南有一個國道家羅道下去 哇貴那個很知名的 那包括鳳梨的故鄉你們知道嗎 12年會有一次劍轎 這個劍轎你可以滿街 隨便吃到你飽 這是我最中暑的地方 帶你去一些小鎮走走囉 上一次鳳梨的故鄉的建交是在2018年11月 下一次是在2030年 好期待喔 我們第一站先到文旦的故鄉 我們沿路路過麻豆啊 看到最多的就是文旦 也是回台南路過麻豆 肯定要來這邊吃阿蘭碗粿 這邊有個專屬停車位 下了交流道 馬上就可以來這邊吃到正宗的米下去磨的 就是我們小時候的味道 而且價錢又是南部的價錢 所以這一家也是最強力推薦一定要來 我們數戰數決吃了這一頓 價錢真的是便宜啦 除此之外還要再打包這麼多回去 還有這邊的肉粽 香氣味凸皮十足的 好走我們再繼續下一站 吃完碗粿之後 記得在旁邊還有一家冬瓜茶店 來到了關廟 從小在這邊長大的耶 這邊有個菜市場 它有好多好吃的 就是南部人的口味啦 反正這一層整條街 我們的親戚都住在這附近 好時候都可以到處敲門 就來這邊按摩一下 好舒服喔 這就是小時候在這邊長大的地方 關廟 這邊的景點三溪宮 必經之處要來這邊打卡 十二年會有一次的做酒 做酒 國語怎麼說 建教 建教喔 十二年一次喔 而且它是流水席 隨便你吃 一路上人家那個門口放很多飲料對不對 你要吃你就自己拿 那也不用給小費 這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的好地方耶 你知道嗎 關廟還有這邊有個吐司麵包非常有名 可是它的味道有點甜 那這邊還有麥芽糖餅乾 不僅僅就是你們大家知道的鳳梨 還有冠廟面之外 這邊最好的就是人情味 這新畫它其實是有很多古蹟的建築 包括它的老街 一整條都有好多美食啊 那一路上看來 它也有很多老舊的建築翻新的 很像那個電影城的場景而已 街議場這古時候的像 行政中心 我覺得它那應該是古蹟保存的 maybe那種什麼BOT 然後你去承租 可是你要維護古蹟 這其實呈現成餐廳的景色 看起來應該是 這一棟建築是建在1934年 是日據時代的昭和九年 然後原來就是一個鄉公所的歷史建築物 對 它這一整條街 包括他們的區公所 他們要辦理事務的都蠻新的 都好像有在花錢在建設 我猜他們可能跟 可以再查一下 他們可能跟大學的建築系 或許有一些合作 就像我知道淡水老街 是跟淡江大學的建築系 讓學生來做那個老街的翻新的規劃啦 還有參與這個文化保存的工作 這樣蠻有意義的 對啊 這樣就會好玩啊 而且年輕人可以參與 對啊 我們老人家還可以有地方可以遊玩 對啊 你看這老建築物裡面喝咖啡 很有意思 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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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板價 一盒35美金一塊錢 它這個包含的這個醬汁 它裡面還有豬肉雞肉 大概四分之一顆的蛋 還有這個肉粽 25塊台幣不到一塊錢美金 可是它這個就是很簡單的 主要是花生它有一塊瘦肉在裡面 因為現在很多人不吃肥肉 吃這個肉粽是吃它的米 還有吃它的花生 它的非常生的成分沒有很多 那有點可惜了 雖然它賣25塊 可是包肉粽就是費工 它其實可以再做 比方說多個10塊錢 或多個20塊變成45塊錢 我相信都有人要買裡面 可以再多放一些蛋啊 香菇之類的 這個應該還是有人會去購買的 這個粽子料不多 所以就自己加料 反正一顆才25塊啊 台南的肉粽是弄水煮的 所以它的花生是要燉的爛爛的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婆婆跟你分享的 剛剛走了三個小鎮 青化麻豆關廟 特別是關廟2030年 非常期待流水席 反正耶 好多都是現場 拌桌給你吃的 而且是在11月份 也不是很熱的時節 所以也期待 如果在2030年11月 我們有空到鳳梨的故鄉 怪妙妙的故鄉 咱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好多吃 战蛛的故鄉